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大圆种 我又回来了 前两期的老虎级终极策略的反显还不错 不过大家针对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疑问 今天我就在这里把大家经常询问的问题统一回答一下 今天的视频将由我和夫人一同为大家完成 我的夫人负责提问 我呢则负责解答 好了 言归正传 走起 第一个问题由我们的热心观众 稍有常识的人独家冠名 请问 同一个系列游戏的老虎级群组 Major和Maxi奖金额度不一样 但是Grand的奖金池一样 它们是单机老虎级还是连机老虎级呢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根据我的观察和经验总结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老虎级的mini和minor奖金池 在同等下入金额的前提下是一致的 在分辨老虎级是单机还是连机时 主要看Maxi Major Grand等奖金池是否一致 老版本的单机老虎级除了mini和minor 其他奖金池都是独立累积的 而为了更好的吸引玩家来进行游戏 现在很多单机老虎级都把最大Grand奖金池 进行了统一累积处理 这样的奖金池很大 对玩家更有吸引力 只要是Maxi和Major等奖金池独立累积计算的 都想对于连机老虎级更容易中奖 因为玩家输的钱很大一部分都会被记录在本地的老虎级上 而不是像连机老虎级所有的玩家输的钱 都会被汇总到连机老虎级的总服务器终端 由总服务器进行随机二次分配 当然 这只是现阶段老虎级奖金分配机制的特点 以后也许会发生改变 所以 在机制没有发生改变之前 大家切玩 切珍惜 第二个问题 有我们的热心观众自由民主独家冠名 请问 如何在赌场找到我们要进行游戏的目标老虎鸡呢 同样的 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大员中我啊 每次进入赌场之后 都不是急匆匆的找一台单级老虎鸡就开始鼓乱下注的 我一般进入赌场以后就开始转悠 我们的行话呢 叫做寻场 也就是专门找那些下大柱 中间中了小奖 但是由于贪心没有走 最后输完几百块的玩家 或者下中小柱 但是一直到他们玩了上百个游戏都没中大额奖金 就输完离开的老虎鸡进行游戏 一旦发现目标 我就会站在他们后面不远的地方进行等待 我们的行话叫做趴活 他们一走 我就以迅雷不羁掩耳盗铃 想定当仁不让之事做上去 当然 我做事比较不顾颜面 因为简陋动机太明显 被我夫人教育了好几次 如果是我夫人 她会选择发现目标机器以后 到处兜兜转转 最后在目标老虎鸡玩家走人的时候 我的夫人不会马上坐过去 她一般会选择等待玩家走远 然后顾左右而沿她 不经意间地坐上去 当然像我夫人这样确实比较优雅 简陋剪得比较体面 但是这样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赌场里面 寻场的同行不光只有我们 还有其他玩家 虽然不一定采用和我们相同的策略 但是简陋机器更容易赢钱 却是铁打的共识 所以具体采用哪种策略 粗糙还是优雅 大家简仁简智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为什么要辛苦寻场寻找机器呢 毕竟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赚钱 一台老虎鸡中了一个大奖之后 每一会儿又中大奖的这种概率是有的 但是这种概率几乎是昙花一现 按照我们简陋的策略 寻找对标老虎鸡进行游戏 拿到奖低的概率更高 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小技巧需要注意 在拿到我们的目标老虎鸡以后 需要尽快开始游戏 根据大院中我的经验来看 如果太久不进行游戏 该老虎鸡就会进行数据重置 那么简陋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好了今天的老虎鸡中级策略小课堂 到这里就结束了 免费的赞还请大家帮我点一个 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觉得up主是华人老虎鸡界内容最干 分享最良心的up主的话 请在评论区留下干货二字 以表示支持 如果你对老虎鸡还有其他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讨论 毕竟我们频道的观众 很多都是资深的老虎鸡玩家 如果有好的问题 我会在下一期老虎鸡中级策略小课堂 和大家分享 最后感谢大家对我和夫人 以及这个频道的支持 爱你们哟 点赞了吗 订阅了吗 快点 下次再来哟